川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 他最近也就警告说台海局势现在正处在极限危险的时刻 他预计是说最关键的时间点可能是在明年北京的冬奥会 以及中共二十大之后 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他2020年发布了一个中共军力报告 他就列出中共是有可能在七种情况下攻击台湾 包括第一台湾正式宣布独立 第二是台湾有朝向独立的未定义的行动 第三是台湾内部发生动乱 第四是台湾取得了核武器 第五台湾无限期的推迟两岸的统一谈判 第六是外国势力介入台湾的内政事务 第七是外国军队驻扎台湾 小旭你怎么看以上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另外如果台湾当局不主动的改变现状 以上情况都不发生 是否就意味着说中共也很难找到攻击台湾的一个口实呢 这个七条呢 其实是根据过完二十年里面 中共针对台湾提出一系列警告 当时发生的这个背景所做出来的一个总结 但其实确实是很多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包括比如说 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 无限期延迟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对于中共来说它也很明确 确实是和平统一是基本上不太可能能够进行下去的 特别是去年这个新的选举情况非常明确 就台湾本土方面反共的这个意识已经是空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知道如果你逼迫这个目前的这个自占党民进党的话呢 其实只会让甚至让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青壮派 也开始更加积极的站到反共这样一个战略的角度上来 那本身国民党内部也在进一步的这个检讨 去年的这个选举的失败的问题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过分的给台湾政治上的压力 一定会使这个民进党执政更加稳固 那么反而就使得这个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更不可能 那就是虽然现在不是说是无限期延迟 但是呢基本上短期内是不可能有这个和平谈判的事情 而且去年疫情的情况也很明确的 台湾因为反共以后 反而能够真的有效的保护到自己的这个小岛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是很明确的 那另外呢就是关于台独或者是一些未定义的这种朝向台独的这个行动的话 那这方面我觉得民进党本身也不见得是准备好要走这个方向 因为虽然在竞选过程中可以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个态度的言论 但是真正执政的时候 他们也仍然是要走一个中间的路线 他也并不想激化 就是说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个事情他也不会做 所以呢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低的 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真的针对独立采取一个未定义的一个行动 那我觉得他们知道这样子会受益中共口识 所以他们也不见得会做 那在这方面我觉得民进党应该也是现在 跟国防部啊国安方面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所以他们不会往这方向走 那么就是我觉得其他的这个因素呢 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个分手的问题 分手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在实际战略上 实际战术上呢都是有很多的难度 因为一般来说你要分手的话 它是一个长期的你要有耐心的一个行动 要想通过分手促成台湾内部的动担的话呢 它需要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使外部的力量迅速介入台湾 那么现在这个日本确实也谈到了 他们是就是在美日这个 这次最高首脑的会议中 也明确谈到了这个台海的这个稳定性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解除中共有可能对台湾的封锁 是一定是会非常必要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中共对台湾进行 这个物资的封锁啊等等 那么日本肯定会介入 因为这个本身还不是跟中共直接开战的问题 他们从物资上或者其他的途径 帮助台湾解除封锁 这个是一定会做的 那么同时美国方面的力量也一定会介入 所以我觉得封锁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你要达成效果要很长时间 美日的介入 甚至澳大利亚的介入 英国的介入都是必然的 所以封锁也是达不到的 所以确实是 只可能是中共在局部挑起一些事端 那么这个情况我就觉得就是中国的内部情况 反而决定了习近平要不要对台湾采取行动 现在对中共来说也很明确的一点 就是美军支持台湾和台湾形成更强的联盟 加深更多的外交军事之间的这种往来 这个已经是成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那么包括最近的几个国务院所制定的 跟台湾的这种外交的这个互动的原则的话 也很明确 就是说总体上是朝向深化跟台湾的这个合作 那么军售到台湾也是达到空前的水平 所以美军一定会帮助台湾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 同时美军自己本身也就是在这个印太地区的布局 也是空前的就是确实是超出了以往的规模 包括把原来派驻到这个中东一带的这个两栖舰队 两栖舰的舰队都重新再派到这个印太 那现在整个印太地区有两个这个两栖舰队啊等等 那这些都是很明确的加强这个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布局 那另外呢美国最大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福特级这个航母 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测试阶段了 现在完成的这个测试阶段就已经显示 它在这个检测期间它可以完成8000架次的这个 这个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这个起降收回啊等等 所以它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那么一旦年末就夏天以后 经过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测试以后 那很可能就会就是真正的开始执行任务 那我觉得这个本身福特舰第一个执行的任务的地方 很可能也是印太地区 所以对于中共来说 它面临的就是美军在空前的加强 所以它其实真的想要对台湾动武的这个空间也很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我是觉得是中国内部的政治会决定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入手和什么时候动手 我觉得确实是国际社会看到了习近平现在在走向独裁 那么担心他走向军国主义 那这个忧虑我觉得成为西方很多国家的一个目前最头痛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整个中国政府在过去西方的这个绥靖政策下 没有变成更加民主更加自由 而习近平上台要撤离的是整个国家导向 个人的独裁和这个军国主义 那么当然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这个应对的策略 就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所以不管现在的这个政府是否把中共作为一个敌对的力量 来完全定义它是一个敌对的力量 还想要合作还想要竞争 但是很明确的 美国军方的话是把中共定乘以相当于是一种敌对的力量 所以这也让我想起来最近就是也有曝光 就是美国的九位司令官 是在这个印太司令官Richardson的这个带头之下 有九个这个战区还有不同大的这个军 比如说是太空司令部啊 或者是特种司令部Socom或者是Spacecom 他们的这个司令官也都签署了 总共九位司令上将一起签署了这个一个呼吁 就是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公布这个中俄这些恶意的这个行动 那这主要是针对中共嘛 就是要让中共的更多的恶意的行动 而让美国国人和这个国际社会更充分的了解 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敌对性的这个行动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军方实际上在倒闭政府来调动民意 来支持更多的人 他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很明确 就是基本上军方不会妥协 在中共的问题上不会轻易妥协的 那如果中共敢在这个台湾的问题上 挑起局部的这个冲突的话 那我觉得美军的介入是会是很快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习近平如果能够提到这个向西啊 长征的话就说明他也意识到这个如果开战的话 其实会有一个很艰难的阶段 所以这个事情他确实也是对国内喊话 他也也是希望能够获得军方更多的支持 所以这个舰队的这个售旗啊等等 他也要参与 当然这个事情本来一个海军司令 这就已经很高规格去做了 但他自己要亲自去做 也是想要拉动军方更多的 对他的这个忠诚 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个 如果真要发起战争 其实可能局面会非常艰难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 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确实是 就从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你说美国军方2020的报告来看呢 还看不出来就是对中共内部 这些不稳定因素的这个威胁 因为这样的一份报告 它基本上只是过去20年的一个总结 一个军力变化的一个总结 而内部的各种因素的这种分析 在这份报告中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国会的报告啊 就是公开给这个社会的报告 其实很多东西写的是比较温和的 而真正情报部门 这些九个将军想要让 这个情报部门对外公布的内容 那才是中共真正在积极做的这些事情 会让更多是人看到中共 走向军国主义对全球的威胁 它还包括了这个不仅仅是 这个军事力发展 Cyber warfare 或者是这个军民融合这整套机制 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威胁等等 都会更充分的曝光 但是它还有别的方案 第二种是用网络部队瘫痪台湾政府的运作 迫使台湾投降 第三种是有限度的攻击 比如定点攻击政府的机关 或者针对台湾政要的斩首行动 可能是有点像刚才姚承先生讲的突然袭击的行动 第四种就是空袭破坏台湾的防空飞弹系统后 大规模登陆占领台湾 就是一个全面作战的了 但是现在台湾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 他们的评估认为中共现在军力 暂时是还没有能力实现一个全面的犯态 所以小旭你怎么评估 你觉得说首先你怎么回应刚才姚承先生他的一个判断 另外你觉得中共现在它真的是有不同的方案摆在他面前吗 他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刚才姚承先生有一点特别认同的话 就是整体上西方的这个警惕和部署都还没到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状 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是网络战 刚才你提到四种可能性中 这个网络战其实会长一个非常重要的 电子战网络战 这个是现代战这种非常关键的因素 所以这里面还一直是甚至超前于 就是比如说中共的警方的这种部署 在这个台湾岛的南北方面怎么样夹击 或者从事登陆或者是空袭等等 就是其实电子战和信息战 这方面我觉得是第一位的 因为现代化的这个设备 现在还有这个卫星设施都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 这跟之前几次的 以前的这个台美这个就是协同防御阶段 就是当初的这种冲突的时候 已经很不一样了 就是中共的那只要军舰开始集结 开始行动的话 就我觉得这个情报很快 就会长达到这个每一日的这个军方 那么相应的这个行动应该也是会非常快的 当然就是中共如果真的是一个突袭的话 当然会有来不及的应对的一个时间 会有一个狭窄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点上 我觉得台湾军方现在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 可以说是一直在这种压力下生存 那到近年又跟这个美国方面有了更多的互动 包括在网络方面也跟美国军方 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合作 共同提高这个防御的能力 所以对这方面我觉得 他们应该会能够比较早的这个警觉 然后同时能够抵御一定程度的 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的攻击 所以我个人也是担心这个 就是整体上台湾 这个防空的能力会不会被摧毁 这个确实是台湾能够坚持多久的 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次我看就是过去几个月里面 虽然这个中共军机不断绕台 但是台湾也不轻易 就是调动自己的这个防空的力量 等等过多的这个暴露自己的实力 给这个中共军方看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 应该是有所加强了 特别是美国的这些军售 也会帮助这个台湾防空的能力 那在这方面就是 这是一个核心的因素吧 就是台湾能坚持多久 如果中共真的这个进行偷袭的话 但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断的 有这个驱逐舰啊 这个航空母舰啊等等 经过台湾海峡啊 还有就是潜艇 其实这个是水面上能看到的 但是潜艇这个其实是中共 我觉得它内心最担心的事情 所以中共本身的这个 这个绕台的军机也一直在探测 这个美军甚至日本的这个潜艇 核潜艇 他们就美军的核潜艇 日本的潜艇潜艇 其实非常强大了 他们总体上 中共非常担心潜艇 能起到的这个作用 所以它不是表面上 这个海面上战力的问题 其实海底下的这个战力的对抗 对于中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深层的忧虑 所以他们这个绕台的军机 也是尽可能在我想发掘 这个美军这个核潜艇 在整个台海 在整个甚至也往南海方面的 这个运动的轨迹啊 或者是监测的能力要提升 因为如果美军核潜艇 开始迅速捍卫台湾的话 这个本身对于中共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觉得还不在海面上 这个激烈的竞争在海底 中共展现出来了 一定要武力强攻台湾的决心 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决心 却似乎犹疑不定 所以这可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模糊 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 您的观察呢 这些之后的分析 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确实现在当美国 现在的这个政府的最高层 不见了有多大的这个决心 这个其实是一个 促成现在台海局势升温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当时关键我觉得就是军方这方面 自己做好多大的这个准备 那刚才姚神先生其实主要聚焦在 就是说战术的这个可行性和中国军方 可以在这个不顾代价的情况下 进行对台湾的这个攻击 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 但是我觉得毕竟现在到了这个时代 它不是拼这个伤亡的这个时代了 就是因为美军很多潜艇在不靠近 甚至航空母舰啊 其他驱逐舰在不靠近这个台湾海峡的区域上 也能够对大陆的这些导弹基地啊 发射车啊等等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这个也是现在他们在战略上 也是锁定啊 中共这些重要的这个军事设施吧 这方面的这个信息 美国军方也已经是充分掌握 所以如果中共真的开火的话 如果美军真想打击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完全可以遏制 他们的这火力的 那关键确实是现在就是说 如果美国政府高层 这个白宫能够真的授权给军方去应对 即时突发的各种 就是中共的这种对台湾的突袭的话 如果这个命令权制定 作战权能够充分交到这个下层的这个 比如说印太司令部啊 这个第七舰队啊等等 那么我觉得美军实战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应该有充分的能力 能够遏制中共在台湾进行突袭 就是能够帮助台湾 捍卫台湾自己的这个国土 能够帮他们就是顶住中共 所谓的饱和攻击 我觉得美国军方是肯定能做到这一点的 现在是关键就是 最高层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和意志的问题 战术上我觉得 刚才姚晨先生提到了 中共很可能确实会 这个电子战这个这些都上来 然后这个两头封锁住 保住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是中共一定要 就是要做的话 就是全体扑上去 一定要走这条路 我基本还是觉得是这样一个战术 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国舰队的这个远程的攻击能力 即使是在暂时被堵住 但是远程攻击的能力 未必中国军方能够抵挡得住 而且如果美军真的是大规模舰队 你集体要穿过这个台湾海峡 也是完全做得到的事情 就是关键是 有没有这个决心和就是 比较及时的掌握这个情报 迅速调集这个舰队过来